口罩国家对加利科技进口中国口罩混抽实名制引发了轩然大波 指挥中心证实了除了加利之外还有另外一家 也在今年6月之后从中国进口口罩数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大约增加一倍之多 而针对这批口罩的流向 业者已经有进一步的说明 指挥中心也将会核实业者的说法是否正确 相关的行政调查预计在两周内就会有结果 如果证实厂商真有违法的话将会公布名称 并且进行后续的处理 这没有卡在哪里啊 既加利科技之后指挥中心再宣布 其实国内还有一家厂商 同样从中国进口非医用口罩疑似救世未爆弹 但对于调查进度却迟迟不肯松口 没有所谓的有很明确的事证之前 其实一直说他是违规也不好 他当然他超过倍数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需要他说明了 面对记者一再追问才终于以挤牙膏的方式一点一点透露 原来这一家神秘厂商今年六月之后 从中国进口口罩的数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大约增加一倍 业者也已经说明相关流向 指挥中心也将进一步核实厂商说法是否正确 行政调查结果将会在两周内公布 一旦确认违法就会公布厂商 说的很合理就这样 如果他没有我们就会寒送 只是原本备受信赖的口罩国家队竟然混入中国制口罩 为了巩固品质 指挥中心也跟厂商讨论 要逐片印上台湾制MIT的纲印 经过统计国内一共有351台口罩印制机台 需要更换滚轮 至少得花一个月的时间做机台上的更新 相关细节都还在演绎当中 只希望换回大家对MIT的信任 这里我们明镜的TEMPODO